好,那所以呢 长词优先的中文断词法意思就是说 像比如说 黄妈妈爱吃牛肉拉面 今天如果又多了一个拉 那它可以断成黄妈妈 黄,然后妈妈,然后爱吃牛肉拉面 也可以断成黄妈妈爱吃牛肉 拉面,每个都只有一个字 另外也可以断长一点 黄妈妈爱吃牛肉拉面 OK,那你这样子去断词的时候 到底哪一个会觉得比较好 通常我们会觉得最后这个比较好 为什么?因为它的词比较长 那这个叫长词优先法则 所以根据长词优先法则 我们会选择第三个 那既然要做这种断词 我们刚刚的范例只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范例 所以像刚刚这个 刚刚是黄妈妈,我们变成张妈妈 那OK啦 黄 好,如果我今天呢就这样子做 我把它修正成跟课本的范例一样 好,那这边呢就有牛肉拉面 好,像这样 好,那我们再别执行一次 好,你会看到黄妈妈爱吃牛肉拉面 这样变成一整比较长的词 但是有个问题是 如果我今天把黄加进去 对不对 我今天如果把黄加进去 那这样子的结果就会不太一样 甚至 你会看到黄妈妈 因为黄在前面的话 它会先根据第一个碰到的 那所以我们应该把 即使我想要把黄加进去 我也应该把黄加在黄妈妈的后面 那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是 你把所有词按照长度排列 所以这个最短的呢 就放在最后面 这样也是一个办法 所以我也可以这样子 所有词放 OK,好,那这样就照长度排列 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这样子去搜寻 如果我今天那是词点有十万个字 你的速度会如何 会慢得不得了,对不对 那一种处理的办法是 如果我这样子做 我可以采用杂臭表 杂臭表 但是搜寻法就会需要修改 另外一个 我如果不采用杂臭表 我可以先根据第一个字 来分类 也就是说 我现在总共 像以这个例子好了 因为中文嘛 所以假设我们用unicode的时候 那最多就是65536个词 那我就分配一个阵列 那个阵列就是65536格 每一个呢 都是开头同样的字 比如说 其中一个可能是开头是黄的 其中另外一个开头是牛的 好,那这样子的话 就分配成65536格 那黄就可能会有 黄妈妈 黄爸爸 然后牛可能就会有牛肉 牛筋 牛腱之类的 那但是你每一个呢 都按照长到短的顺序来排 那这样子你的速度就不会很慢 因为第一个字已经先分类了 那你根据第一个字再决定说 我要搜寻哪一个 这样就不会很慢 OK 好,所以 这个 这个 这种方法其实有很多啦 不只是这种方法 还有很多种 那也有比较复杂的方法 比如说我用 用 杂臭数啊 或者是B3啊之类的 都有可能 那但是那些都比较复杂 我们现在只是举个 举比较简单的范例 好 那所以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像这样的字典 我要怎么处理 这样的字典 如果像这个 CC CEDICT 这个字典 我要怎么处理 我们刚刚已经把它下载下来 在这里 这是 CCCEDICT 这个字典 那 为了处理它呢 我把它 成事 就是 就是我们其实已经有写了成事 然后把成事拿出来 好 CEDICT 这个 成事 应该是在这里 不过 我今天刚好 有在修改 所以我现在可能又要把它 稍微弄回来一下 这个也不太对 稍等 稍等 哦 真的不对 看一下 这不对 CEDICT 不是 这个应该可以 好 这个可以 那 看一下 好 我们来试试看 包含Unical的城市也要一起放进来 好 现在把它 放在这里 好 这是我们的城市 那 我们暂时没有要用它做太复杂的事情 就是 纯粹只是 把它读进来 然后做剖析一下 所以我要把unicode的部分放进来 稍等 unicode在这里 好 那 我就放在同一个资料家里 好 我把它放在这里 好 我现在放在这里 好 那我编译一下 好 这里有个问题 我那个 字典还没放进来 我字典也要跟它放在同一个资料家才行 字典 字典 刚刚我下载到这里 ok 所以我刚刚放在这里 我全部把它移到这里 我记得一下 我记得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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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有一本字典是这个 cdictts.u8 ts是指它照繁体中文的方法排序 发生错误 我们把U16L1 我的名字不一样 这边叫U8 那边叫U16L1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程式只读UTF16 所以我这边要稍微另存一下新档 另存一下新档 改成UTF16 存一下 这样子 OK已经是UTF16 U16L1它又加了一个.tst 我不要点tst 好 这样才对 好 这样才对 好 所以呢 这个不要 好 这样看起来 OK 好 那它执行完了 它到底执行了什么呢 OK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把这两个档案同时打开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的输入档 U16L1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OK 它是像这样 E1对应 E1映射 一定不是 那这个log档是做什么呢 我们直接翻到开始 这里 我把这一行读进来 这一行读进来之后呢 我把它做剖析 剖析 第一个我取出 繁体中文字 就这部分 那所以我把它印出 tc 就是 就是繁体中文的意思 traditional chinese 就E1对应 OK 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 我取出来 这个E1对应 这个是简体中文 sc的部分 第三个部分 我取出来是这个 这个是注音的部分 所以我们取得注音的部分 那第四个部分呢 我们取出第一个英文的解释 第一个英文的解释 那就是这部分 好 那这个程式 你可以看到它不长 就是除了一些初始化 或者是unicode的档案开启 我这个都已经放在unicode.c里面 这就是上次我们讲unicode的时候用的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开档 一行一行读 然后呢 剖析就关档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做了什么事呢 第一个 我们 读进来之后 我用fwprintf 去 印出来 其实这里不一定要用fwprintf 但是你也可以用printf直接把印出来就可以 但是用fw有一个好处 它是用宽字圆的列印方式 那这样子比较不会错 那这个都是宽字圆的函数 就比较不容易错 sw就是 就是sscanf的w版 宽字圆版 那sscanf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sscanf 就是这非常好用 就是它从这个字串 里面 透过这个格式 把它一个一个塞到后面的栏位里面 好 所以呢 我把这整个一行 整行的字串呢 透过这个格式一个一个塞到栏位里面 所以第一个呢 就是扫到空白为止 扫到空白为止 所以就塞到tc 第二个呢 也是扫到空白为止 就是塞到sc简体中文 第三个呢 先扫一个中括号 那中间的一直扫 扫到下一个中括号结束为止 那最后呢 这边先 它是有一个斜线 斜线完之后呢 开始扫 扫什么呢 扫一直到下一个斜线 到下 这个 这个 这个符号是指说我不要 不要什么 不要斜线 一直扫到 不是斜线为止 ok 那扫到不是斜线为止了 然后 所以这时候就会把第一个英文解释 给扫进来 所以根据这样子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栏位一个栏位弄出来 弄出来之后你再塞到你的字典里面 然后再去做就可以了 所以为了程式短期就我们并没有去真的把它塞进去 因为第一个塞进去的话呢 如果单纯用阵列的话还蛮简单的 但是如果不只是阵列的话 你可能就要宣告 比如说六五三六个 然后再去塞 这也是一个办法 那否则的话你可能就要用杂错表 杂错表就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我们就先 让各位去执行一下这个程式 只不过这个程式可能会比较相对不好执行一点 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全部集中 所以我干脆把它全部集中好了 我把这个资料夹的内容整个上传到Jabas 那把它集中再给各位下载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上传 已经有了 那我就直接把这些连结 通通都贴上去就好了 应该要贴的连结 OK 我贴上去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这个 Facebook 好 OK 那我把它贴上去 就是 好 我干脆把它全部压缩成一个档好了 这样子各位下载解开就好了 会比较快 我把它全部压缩成一个档 执行档就不要压缩了 那这个也不要 好 就这四个 这个log也不用了 这个各位执行之后会自己产生出来 所以就这三个 我把这个 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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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diccode 好 我把这个上传上去 好 它有3.5没有 所以要传一下 很快 好 好 OK 这样子我把这个连结 直接贴给各位就可以了 那你下载下来 执行看看 好 OK 已经上去了 你从这个连结下载下来 然后解压说就直接执行看看